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召集親朋好友加入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不會被消失 當然除了在戰場上面 這個也沒有短兵相接啦 因為就像亮哥講的 啥事你也不能做 啥事你也不敢做 而在外交戰場上面 各位這才是外交戰場 不是吳釗燮那個 吳釗燮那個叫大內宣啦 就是講爽的而已啦 對啊大家都挺你 然後呢做了什麼 日本韓國做了什麼 然後還是澳洲做了什麼 還是你的友邦德國法國做了什麼 就打嘴炮嘛 呼籲節制嘛 呼籲克制嘛 還能做什麼 外交就是打完仗做的事情 所以現在對民進黨來說 他就是已經認輸了 對啊我們仗打輸了 可是我們嘴巴不能輸 沒有他哪有認輸 他沒有認輸嗎 沒有啦 那我們知道他輸了 因為你看到的仗他都不承認啊 Don't look up Don't look up Don't look down 什麼都不要看 閉上眼睛 Close your eyes 假裝什麼都沒發生 這樣最好 好來我們來看 這才是外交戰 首先我們來看 一個人在孟加拉 叫王毅 一個人在 本來在柬埔寨 後來跑去菲律賓 現在在南非 叫布林肯 一個人跑到了 南太平洋島國 包含東加 包含索羅門群島 是美國的復國 衛星雪曼 這三個人在世界不同的三個角落 但都針對同一件事情 持續的來打外交戰 首先王毅的部分 他提到台灣不是美國的一部分 是中國領土 美國的議長公開撐腰打氣 就是與中國人民為敵 甚至還提到 裴朗希串台犯了三個錯誤 粗暴干涉中國內政 縱容支持台獨勢力 蓄意破壞台海和平 另外他還提到 精銳器過去訪台 因為美國一直講嘛 過去也有啊 你現在生氣幹嘛呢 那王毅說 過去他訪台就是個錯誤 不能把過去的錯誤 當成重新再犯的藉口 難道美國要把歷史上 幹過的壞事醜事 重新都在幹一遍嗎 過去我也打過伊拉克 那我先打個國家剛好而已啊 過去我也拋棄過阿富汗 我現在拋棄別人也可以啊 這個邏輯是滿通的 這是王毅在出訪 孟加拉時候的說法 那另外布林肯呢 他8月5號出席 金邊東亞高峰會就提到 說共軍發射11枚彈道飛彈 這些反應不成比例 而且很危險 那另外呢 雪曼美國這個副國務卿 他8月6號出訪南太平洋 也提到 某些領導人忘記戰爭的教訓 以為使用暴力 可以不必受到懲罰 暗指中國 也不是暗指 基本上就是明指了 三個人除了在嘴巴上面 針對這一次的軍演危機 互相的出言 挑釁出言嗆聲之外 各位 他們依舊在搞外交 王毅到孟加拉東南亞 而布林肯到柬埔寨 東亞高峰會 然後8月7號馬上要到非洲 三個國家 包含南非 包含鋼果 包含盧旺達 好 那媒體都說了 他就是要去公佈美國 對非洲的新戰略 而且對抗中俄在非洲的影響力 那雪曼呢 到了南太平洋 不但人道還帶來消息 說拜登總統9月要邀請太平洋島國前往白宮來參加峰會 所以動作都沒停過啊 嘴巴上在打仗 私底下的外交動作 也從來沒有放鬆過 中美繼續這樣子搞下去 尤其在台灣問題上面 我們來看 這個是 大家記得我提過這個 修習底德陷阱的作者叫艾利森 他是一個哈佛大學的學者 非常有名 他說中美如果繼續就台灣的問題對峙 那就存在三個殘酷的事實 而且是絕對不會結束的 首先第一個他說 在接受台灣獨立 或者是一場摧毀台灣 和對大陸也有巨大破壞的戰爭之間做選擇 中方中國會毫不猶豫的選擇後者 我就算摧毀台灣 就算我自己受傷 我都要開戰 我絕對不接受台灣獨立 這第一個 就是中國方面是兼具台獨的 那第二 他說美國的政治根本原則 是不容許一個認真的競爭對手 在國家安全方面實現應得的權利 這我說的嘛 上個世代摧毀經濟對手 第二名叫日本 軍事對手第二名叫蘇聯 那這個世代 對不起 軍事經濟第二名都是 中國大陸 所以他一定要對抗中國大陸 所以這是美國要堅守他的霸權 當中國兼具台獨 當美國堅守霸權 那我們再往下看 台灣海軍 台海的軍事平衡 決定性 對決定性的有利於中方 就現在中國是有利的 那美國如果要介入台灣的戰爭 就會面臨一個災難性的決定 怎麼說 要嘛就是接受戰敗 或者你不斷把戰爭升級 到美國終於可以佔上風為止 第一島鏈我打不贏 那我就擴到第二島鏈 第二島鏈我打不贏 那我就擴到第三島鏈 不斷擴大 擴大到美國可以佔上風為止 所以他的結論就是 中美是不是真的終序一戰 因為中美都在搞台灣 可是對中國大陸來說 台灣是絕對不放手 要戰爭都在手不惜 而對美國來說 你敢開戰 我也一定要跟你對抗到底 因為我不能讓你拿到台灣利益 然後偏偏現在 中美在第一島鏈的軍事地位 又已經互換 美國打不贏 那只好擴大戰爭 最後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戰嗎 兵哥 其實這個愛麗森的三點 三項殘酷史說 我原則上都同意 但是第三項 可能跟你剛剛講的方式 有點不一樣 也就是所謂將戰爭升級到美國 終於能站上風的地步 並不是美國直接跟他打 我不認為美國會直接跟中國大陸打 叫很多人來跟他打 我一直認為美國的戰略布局其實很簡單 就是在俄乌戰爭的時候 你沒看到拜登直接就講 美國不會參戰 因為會發生第一次世界大戰 因為美國一旦介入 就是兩個核大國之間直接開戰 到最後就是核武戰爭 所以他會一直給我去拖垮中國大陸 是 所以他現在其實也知道 單靠台灣可能很難拖垮中國大陸 所以他要誰來幹這件事情 他要日本跟澳洲嘛 不是他自己來打 因為他自己來打就 因為打到如果老共輸了 老共可能就會動用核武 那如果打到美軍呈現烈士 美軍就可能動用核武 到最後就大家一起完蛋 所以對美國來講比較合理的方式 就是讓日本跟澳洲去搞這個事情 我不要直接參戰 我站一個資源的角色 就好像烏克蘭現在用他的犧牲 來換取美國拖垮的弱勢 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我覺得美國的基本戰略是這樣 所以你看我們台灣 現在周邊正在被演習 台海風雲歸絕 戰雲密布的時候 美國在幹嘛 美國在全世界到處搞外交 繼續圍堵中國大陸 根本沒有理你的意思 其實這代表什麼意思你知道 第一個 美國認為台灣的局勢就這樣 他目前他暫時不宜說太多話 或伸太多手 因為這樣可能會刺激 中國大陸更加強烈的反應 那他現在比較著急的是 趕快在其他地方 他已經呈現烈士的地方 趕快去補強 如果你把它套在選舉的話 就說我重新要去布裝拔裝腳 因為過去 其實非洲 那個中國大陸戰略 已經布裝幾十年了 真的 今天整個家庭非常厚 布局很深了啦 對所以他要趕快重新再回來 要重新拔裝 那大洋洲太平洋這些地方 理論上來講 這本來是美國的傳統領域啊 這是澳洲的小弟 澳洲的後花園啊 但是因為他們忽略了 太平洋這些國家太久了 所以現在趕快要重新再回來補強 那現在我覺得他們大概學到一點教訓 接下來出手應該比較大方一點 那我覺得他要積極 因為他其實看得出來整個態勢 也就是說他跟中國大陸之間的競爭 恐怕不是 像過去日本那樣 弄個廣場協議就把日本撩倒 不會有這種事情出現 因為中國大陸是完全不一樣的對手 當然 那所以呢 他現在這整個布局在我看來 他是準備打一場 20年30年40年50年的競爭 有可能 我覺得差不多就是以這個 他大概是把過去對付前蘇聯那一套 全部拿出來用 在全世界的範圍圍唯獨你 然後不管是軍事上經濟上 所有的方式 甚至連文化上我都要壓倒你 美國大概就是用這個方法 那這一場戰爭 可能就拖了幾十年之久 那台灣現在不過是個前哨戰 那我們在前哨戰就要先把自己犧牲掉 所以我們保存戰力啊 就像亮哥說的 我們都講什麼不知道 都看不到 我們保存戰力 也許要等到最後一擊 台灣才要出手 其實 我覺得說真的 我們應該要學學 韓國學學菲律賓啊 有的時候 我剛剛已經講了 我們現在衝得太前面 到最後倒楣的時候 我們自己兩岸之間 鬥得越激烈 只有讓美國得力 沒有人有好處 那他的第一個原則 愛麗絲生的第一個原則 為什麼會講說 中方會選擇後者 也就是儘管我虛聲再巨大 我不能夠讓台獨出現 因為很簡單 對中國共產黨來講 如果你讓台獨出現 讓它存在 然後你又沒有做任何反應的話 你的政權會先倒 港獨澳獨 大家吸毒 大家都要毒 是 你要怎麼辦 中國世界經歷這麼多 那你對台獨睜著眼閉著眼 其他的地方你怎麼處理 對 那他 中國共產黨的政權就會垮掉 所以他不可能容許這種事情發生 他一定要去做這樣 他也沒有後路 就好像很多人說在觀察說中國這次會不會讓 他沒辦法讓 沒辦法讓 他讓了就沒了 真的沒得讓 對啊 所以他已經被美國逼到一個角落裡頭去了 你不做出反擊都不行了 所以我覺得接下來就是 對中國來講他比較擔憂的 就是他會不會一步一步落入美國部的局 被美國拖了走 那中國大陸當然他們也看過過去前蘇聯慘敗的教訓 也看過日本被美國弄死的教訓 他們也有很多有智慧的人會想辦法避免落入那個 那個氛圍 還有看到現在烏克蘭跟俄羅斯的情況 其實都在考慮當中 那至於新加坡那個前大 那個前外交部長 他楊榮文講的那個什麼 中美早就講好了 就一開始都有開戰準備 我是一點都不相信 我一點都不相信 我覺得從頭到尾他們就沒打算要開戰 你看美國的佈局就不是要開戰的樣子 跑那麼遠還開個屁 對我也這麼想 你如果真的要開戰 你會只有一艘雷根號在那邊 雷根號還是越跑越遠 對啊 你捶戲喔 所以美國根本就沒打算要開戰 我根本一點都不認為是這樣 美國看的是長遠的戰略 那台灣現在老實講 我覺得這個眼前虧大概是失定 對我們來講最大的麻煩就是 過去兩岸之間所有的基礎 互信的基礎 海峽中線 然後這些規矩全部都沒了 那請問一下未來國防部到底要 怎麼去處理這些事情 怎麼處理這些危機 那還有人說會發生像珍珠港之類的事情 不可能啊 有人說什麼像珍珠港突襲的事件 所以中國大陸有需要像珍珠港一樣 來突襲台灣嗎 這情況根本完全不一樣 對我是覺得蠻奇怪的說法 所以我覺得那些大家聽聽就好 但是現在我們眼前面臨到的就是 一個非常嚴峻的局勢 那我們要怎麼去應應 國防部真的要仔細想想 來修書 國防部今天的記者會特別強調一件事情 根據聯合國憲章 那個第二條第四款 他講了半天第二條第四款到底在講什麼 不得威脅使用武力不得動武 連這都講不出來 那你幹嘛要特別講對不對 所以我們剛剛講到說雪曼的問題 雪曼說九月的時候太平洋島國要前往白宮 參加峰會 請記得東南亞九國的一個教訓 5月12號東南亞九國一起也到白宮開了高峰會 沒錯 只有一個國家沒去 兩個 兩個國家 新加坡 菲律賓 反正就是只去了九個國家 八個去八個 他說三年之內 要提供1.5億的美金 那個給東南亞 東盟這些國家 三年1.5億 我們大家再回憶一下 烏克蘭他一天給多少億 一天三億 給三四百億去了 一天三億 那時候不是我們在算 他所使用的刺針飛彈跟標槍飛彈嗎 一天三億美金 可是他只提供東南亞國協 這麼多國家 三年1.5億 東南亞 那個 不 對不起 那個太平洋的這些島國 我們大家等著 你們看美國會承諾給什麼 好 那我們接下來 我們講說另外一個 剛剛賓哥一直在講 國防部要做什麼 Don't look up 可是他一直在外島look up 打信號彈 打信號彈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 他不是要對付那個無人機 所以打信號彈 要擊落無人機 在金門不是嗎 結果還把自己這個森林給引燃了 造成火災 那其實無人機這個問題 就是要因應2月5號 今年2月5號年初五的時候 有一架運12的 傳聞是運12 不過我到現在還是不相信 運12的運輸機穿越到東引上空 東引為什麼重要 有人問我 東引為什麼那麼重要 他們不去飛南竿北竿 舉光呢 為什麼 因為東引什麼都有 什麼叫東引什麼都有 東引又有熊二 又有天公 還有雷霆2000 東引什麼都有 那在包含金門都沒有 這些都有不完全 可是東引什麼都有 國之北疆嘛 所以他們一直盯著東引 現在開始盯著金門 那打這個信號彈呢 其實他們就是 我有發現啊 那個不要說我再沒看到啦 你小艦長不要再說 我們雷達使用的那個模式不當 但是他們打這個信號彈 對不起我第一時間就說 這個專家裡面寫的就是我 像陸地版的熱燕彈 為什麼像陸地版的熱燕彈 因為美國聯邦總署的飛航人員手冊 就是這樣用的 那當然講到這樣不掉一下 美國聯邦總署的這個 為什麼使用熱燕彈 拜託人家是飛機 人家是飛機 如果說你要進行 進行驅離的時候 第一個階段你要識別 識別之後 你確定之後 你要從500尺以下往上飛 你不可以從上面突然往下飛 然後這個 有看到這個小火花 這就是熱燕彈 而且打這個熱燕彈之外 他還要求你那個擺動機翼 告訴那個被驅離的客機 你要往哪飛 那你就應該往哪飛 好 講到這個無人機 這個又是另外一個短板了 什麼短板 台灣的短板 為什麼 三年前 我今天才跟一個記者聊到 三年前 我們的航太宅裡面 中科院告訴我們 我們馬上就要進行 騰雲2.0的試飛 騰雲2.0跟騰雲1.0完全不一樣 結果三年過了 我們看到什麼 我們看到的是騰雲列車 對不起 那是鐵路局的 那也就是騰雲根本就只是 只是空中樓閣 你們每一次都是這樣 我再提醒一次 海艦2發展了多少年 海艦2宣布 我們有重大突破 的是1999年 你說你小艦長背那麼熟 你胡說八道 沒有 我真的背得很熟 為什麼 因為那一年是我女兒生 女兒出生的那一年 我女兒現在已經23歲了 海艦2發展多少年 23年 而且這23年 它用的還是 艦2飛彈原來就有的基礎 它原來就是 原來就有這個能力 它不是發展什麼新東西 所以我們這樣講 你現在你要打 打這個熱燕彈 你要趕跑這些無人機 我們自己有什麼無人機 我現在請教一下 現在連山東艦上面 都已經有無人機了 它都有無人機了 這個無人機 到底可以飛多遠 不遠 200公里 200公里是什麼概念 你沒有的概念 你就是沒有 那問題是 以現在的解放軍 對於周遭的空域的了解 它不需要 那這個為什麼航空母艦要 因為航空母艦要成為 藍水海軍 所以它需要 那有人說 好 我們瑞淵好棒棒 瑞淵最近又飛來飛去 瑞淵飛來飛去 對不起 我一定要講實話 瑞淵上次說 他們接近到 那個851這一艘的情報船 拍了這張照片 我不客氣地講 是他讓你去的 他為什麼讓你去 他要接收你全部的電池參數 謝謝這個 建成跟我們分享這麼專業的知識 那接下來 我們來看看韓國 這個講到台海的戰局白熱化 那韓國是不是悄悄轉向了呢 我們來看 這個南韓的外長 他在8月8號 就今天開始 要訪問中國 而且說會跟王毅進行會談 那剛好8月24號是中韓建交30週年 在北韓河國的議題 強化兩國的戰略 還有控管半導體供應鏈上的 合作方案 所以YG團想說 可能很重要的問題 除了台海 除了薩德 大概就是晶片供應鏈的合作吧 好那時間點往回推 尹錫瑞怎麼樣去洗臉 這個美國最有權勢的女人 我想不用多提了 我想不用多提了 那現在 Chief Ford要拉攏韓國 是不是也拉不住呢 因為尹錫瑞是不是已經下令 所謂不許刺激中國 那這個美國 就這個韓國媒體 每日經濟都說了 說向韓方提議 就是否參加Chief Ford 要進行預備會晤 那8月7號韓國政府 也釋出訊息說 決定在會晤上面 向美國提出 要我加入這個晶片聯盟 是可以啦 但是可不可以 這個參與國 要尊重中國的一個中國原則 和不提及對華出口 限制為前提呢 這等於就是 韓國是不是提出一個 加入這個晶片聯盟的底線 問一下亮哥 所以這是底線就對了 要加入可以 但是不要刺激中國 可是怎麼可能 他就是衝著中國來的啊 不可能 對啊 這不可能的事情啊 所以這個叫做話術 他就是即將加入晶片同盟 因為8月底就工作匯報 第一次就要召開了 對 他不可能不加入了 美方就剛剛說 8月底你一定要給我答案 對 所以他就加入啊 然後他就在裡面禍嘛 就這樣 就做不出決議嘛 那再說嘛 外長去找王毅也是會談 也是要給中方一些承諾嘛 不是啦 因為中方可能就說 你如果加入他就要懲罰嘛 那他就跟他講說讓我禍一下 當然是這樣啊 外長就說 台積電也非加入不可啊 對 他不可能 不可能擋得住美國的啦 不可能啊 對 他這個加入 我那天看報導說 他這個如果加入進去的話 他的這個 LG是不是 還有那個 不是LG 海力士 還有三星 三星跟海力士好像都會很慘這樣 感謝各位的收看 今天網路很不穩定 我知道 我看到很多人的留言 是有私訊給我 就進去一直黑畫面跳出來 沒關係 大家回來多看幾次 我們拜拜 中天觀眾有好康 就是請你上快點購 買這個烏化器呢 送水神是一舉兩得 當然我們現在有推出了 三種好康的組合 有效幫你保護起來 保護家人 那麼防疫不能等 趕快上快點購來買 要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CTI108就有折扣了